好 我们刚刚讲到这个演戏 我不管读任何资料 贺群跟郑群都说 小时候如果爸爸一个眼神 就够了 他们就刺喜 是什么眼神 可不可以让我看一下 其实没有 其实真的没有 我有特别讲过说 我在家里我不是权威 就以前住眷村 很容易看到这个父亲 在教导孩子 真的是 竹笋炒肉丝 打真的是 还吊起来打 那我也是从小被打骂长大的 我如果在这个社会上 还有一点成绩的话 绝对不是因为我父亲 从小这样的打骂 而我促使我更力争上游 所以我就很 都是用眼睛会制止他们 就是劝止他们说 你们不要 比如调皮或是什么 久了以后 他们讲错 我有什么眼神 其实眼神这个东西 在我做导演的时候 对演员我是有这样的要求 你笑口藏开 咧了大嘴在笑 就表示你今天有喜事 不是 其实从你眼睛就看出来了 其实我们看了很多 不管中外的一些巨星 所有的表现 得奖无数的 其实都是在靠他的眼睛 在演出 这个我相信小梁哥 没办法遗传 你可以用眼神管到你小宝吗 你现在把眼睛瞪出来了 也都没有用 谈心 心心相应就不用谈了 但是我们下面有一个小小的设计 我们来看看 父子如果真的要谈的话 谈些什么 好 这个今天录完影呢 难得如果到我们楼下一楼咖啡厅 坐下来吃个东西 喝杯咖啡再解散 请问你们想跟对方聊什么 可不可以写一下 时间设定30分钟好了 好 我们先看老爸的 会跟对面的儿子聊什么 身体健康 你有没有猜到 电影 很好啊 他聊不一样的 你为什么会想聊电影 因为跟爸爸都有 这个共同的兴趣 你好好的听这个导演 说一个故事给你听 心情会放得很轻松 我觉得你很有福气 因为父子真的能够 在同一个专业 或保持同一个兴趣 爸爸最关键还是家务事 你觉得他身体健康 最让你担心的地方在哪里 因为他很忙 一直都很忙 那我一直认为说 不管他今年几岁了 这个健康是非常的重要 我24岁 得到这个儿子 我的长子 他45岁得到他的儿子 你30岁的时候 我54岁 是 他的儿子小宝 30岁的时候 你几岁 75岁 我帮他算一下 所以你要保持身体健康 75岁的时候 你还可以主持你30岁的儿子 婚礼也好 或是你可以陪着 那时候说不定你也有孙子了 对不对 其实每一次我们聊 他永远回答都是一个字或两个字 是 好 没有 有 大概都是这样 唯独说我们两个一讲到说 最近有一部电影 你看了没有 看了 什么 我们可能 共同的话题就是这个 其实这个梁岛 从小 讲很多小故事大道理 对不对 我可以非常推荐大家 这本书 这里面就有提到说 从小爸爸很喜欢讲很多小故事大道理 有什么是在你入行之后 你觉得真的是如此 比如说 他们那个时候电影 出去这个参展 然后呢 在那个得了这个一个大奖回来 那爸爸他就是 男生嘛 没有什么东西嘛 所以得的那个奖座 他就一直拿着 飞机快落地 快要到这个台湾机场的时候呢 已经被通知了说 哇 那个记者已经大家都已经来 就是要看这个 这个我们这个片子 凯旋桂来得了一个大奖 对对对对 然后就一位女明星来说 对我看看嘛 爸爸不意有他 你要看给你看啊 拿去看啊 就拿去了嘛 好 一下飞机以后 到那个记者招待室 所有记者一直排开 拍照啊 访问啊 然后第二天报纸出来 都是那女星 都是那一位女星 站在中间拿着那个讲座的照片 那你爸的画面呢 爸爸撒大个大概就可能 只有切个肩膀吧 或者是什么 切个头站在旁边角落这样 小时候会跟他们 就这么深 这么仔细地跟孩子们讲 这个防刃之心 这个是从小就告诉他们 可是他们听不懂 也 害人可能听得懂 哎呀 我们很多成语啊 真的 要经过那个事以后 那个成语啊 那个真的意思 意思是融会贯通啊 比如废寝忘食啊 对戏剧热爱 你会真的会忘了 忘了睡觉 也忘了吃饭了 口蜜复健啊 什么过河拆桥啊 这一定要你经过了很多事情以后 你才知道 哦 这个表面是笑眯眯地讲了一条 在背后是做的 是让你非常的伤心痛绝的事情 都做得出来 那我也从这个梁爸这边学到了 那这个小结论 请问什么是演艺圈呢 过河拆桥 口蜜复健 防不胜罚 不是 其实把我个人的一些 一个人生的一个小小的一个经验 来跟大家分享而已 就像我最近 我不是去学沙克斯风吗 是 然后有一些同好 他们说 走走 你会吹不少曲子 走走走 我们有的时候去外面做公益 你也一起去吧 我说好啊 可是要去之前 他们说不行啊 你有没有街头一人正 所以我就申请了这个 好认真哦 对 我觉得很正向 很正面的事情嘛 怎么了 对 居然也有一些酸民酸语啊 说这个新良的 他好久没倒戏了 没演戏了 是不是生活过不去了 他要去当街头艺人了 我的天 你说这个 这是我刚刚讲的 真是防不胜防 不要说那些酸民了 爸爸说要去考街头艺人的执照 我们听了我们都觉得说 怎么的是爸爸我们平常没有安排好还是怎么样 万一人家在街头上看到爸爸 那那些我的朋友说 你到底有没有 你会觉得大家都认为是路透了吗 你到底有没有在照顾你的爸爸怎么会这样 你们都搞错了 他是想要做公益 抛砖引玉 想说他用这样子 他这个费用 他有想法 他想说他要捐给一些学校来做一些什么事情 我存款里面 我自己我一定要有个三十万 所以我家里面五斗柜也有一个小抽屉 锁头呢 就是只防君子不防小人的那种锁头 我里面会放一点现金 有一次我在大陆倒戏 因为赚的是人民币 那有一天我就问他 我说那你那钱呢 我都放在床底下